今天我们来看看这次米其林指南的新级餐厅加落台中 这些餐厅的业者来到我们的摄影棚 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经营他们的餐厅 以及在台中经营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哪些 同时我们请我们的美食特派员Bang来告诉我 在这一年当中作为一个原本报道国际讯息的YouTuber 这一年对他们的改变又是如何 欢迎来到今天的端粗世界 今天我们两个主题 但首先我们看看大家最有兴趣的美食 米其林的指南第三度在台湾发布 今年发布的整个餐厅的业者多达226家 其中30家是多新的 当然也是大家最受瞩目的 其实今年所发布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今年是米其林第一次把台中市 也纳入他们整个评选的名单 米其林的后来表示 他们这趟评选工作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两年 最主要是大家认为台中这个地点 它有交通 它有很多的便利的条件 事实上大家认为它对台湾的经营来讲 是具有极大的潜力跟发展 还有很多的创意跟传统在台中融合 因此他们觉得对台中的餐厅 他们非常有兴趣 这次果然总共有四家台中的餐厅业者榜上有名 当然分别得到了两星跟一星 这次我们很高兴 请到了这四家当中的三家的业主 事实上就是他们的主厨 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们的心得 当然也分享他们的喜悦 这三家业者里面 第一个得到二星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一个主厨 他所这次强调的把新加坡美食在传统当中 把它更加的现代的创意融合 而且融合了台湾的本土的食材 于是在他的餐厅里面看到很多小巧精致 充满南洋风味 但尝起来却又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东西 因此出类拔簇的这种记忆 跟他的非常创新的手法 让这个新加坡美食餐厅在这次 在新级的比较当中得到了二星 当然台中西餐也是很特别的 像这次得到一星的一家法式料理餐厅 他的主厨就具有相当长的美食的制作的经验 他我觉得最重要的他的坚持 他的这种坚持 以及当地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透过美食来介绍给大家 这是他的长处 还有一位是这次在米其林所公布指南里面 特别增加了叫做年轻主厨的一个金奖 年轻主厨指标是最年轻的 他们这种的最有潜力特色的 也等于类似新人奖一样 而这位年轻主厨 他在台中经营的是一家和牛的烧肉店 而这家烧肉店这次也名列一新 而评选给他的最大特色是 他的主动积极 以及客人之间的互动精神非常特别 他的自己在里面的料理过程中 他的投入 以及他那种的服务精神 也让他能够这次得奖 这三位主厨都来到我们的节目 展示他们自己最专长的手艺 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制作的新加坡的美食 他们所制作的法式的甜点 还有他们对于烧肉 又是如何来调理 如何来提供给顾客最佳的选择 今天处女餐厅 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你的师父同仁 到我们节目中来 要帮我们做什么 今天是做这个 因为现在是秋季 秋冬季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四饼 那四饼里面我们放了这个 巴巴 那巴巴这个在欧洲就是说像意大利法国都很有名 就是但是大部分台湾人都比较知道像马卡龙那种 马卡龙这一类的 那这个巴巴是一个很传统的点心 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四饼里面 搭配一些那个cream cheese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南投的乌龙茶 来做一个不同的搭配 适合这个当季当令的一个很很很棒的甜点 所以你是用法国料理的它的基本概念 但是用我们台湾自己的食材 还是当季的食材 当然 这很棒 师傅请我们开始吧 所以您刚讲台中对你来讲 这是一个地方 而且比较轻松一点 是 在三位里面 您是在台中开业最早的吗 应该应该 多久了已经 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好像还 还不在 刚出生吧 那这边还有一位更晚的 对那个就 那我是大概已经36年了 对 36年 对 Chimi你是来自于新加坡 是 那大概12年间来台湾 对 你又为什么在台中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那来到台中之后 我觉得天气 人跟食材 你没有试过台北吗 有试过可是 觉得台中 天气也不好 人也不好 不是这样子 只是我觉得 HUB很空旷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 很Free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的很多的经验 是从那边的一家 我们的业者开始 对 对 所以你从来没有想 Move到其他地方吗 目前是没有 台中对你来讲是一个 当初的投销的地点在那边 对 然后你觉得那边的人情好 对 天气也好 还有食材也很 在中部很靠近 食材我都不知道 食材 台湾的北珠奶也不一样吗 有 中部的话蔬菜这些比较多 蔬菜水果比较多 会比较最容易取得 容易取得 对 成本比较低一点 时间会比较短 也不会比较低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中部 大概十几年前 一些有机的蔬果 比较少 但是慢慢慢慢 现在我觉得 那个量是很充足 然后你 鱼货各方面也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觉得中部 是一个很棒的 中间的一个点 好 我们来看看你的师傅 把甜点做好了 这真的是 真的是从 我光还没看 从外形上 它就像柿子 对不对 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圆形 饰饼的圆形呈现 然后 我们是用传统的 饰饼 然后 跟法国的传统甜点 八把 做一个搭配这样 呈现出来 那里面的部分呢 我们就用 荆棘的果酱 让它有 酸跟香气 还有cream cheese 有一点发酵的 味道 发酵乳酸味这样子 对 然后有一些 酵乳酸味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放这盘子吗 好 好漂亮 舍不得吃 嗯 对 你们两位做的比较是算西式的料理了 当然它是新加坡特食 但是东方的食物 但是它也是接受过法式西式的训练 既是美食既是美味 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有趣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去吃它 可以用刀子切 可以用刀子把它切 好像破坏一个艺术品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它这个饰饼的话 我是有去 就是用法式的一个 我们说法式的technic 就是说我们会有把它去浸泡 这个茶 乌龙茶 把它饰子泡在乌龙茶跟酒里面 去吸收它这个味道 因为饰子饼 本身是比较浓缩 浓缩的东西就是味道会比较丰富 但是相对可能会比较干 所以我们泡过这个酒的汁液 还原出它原来这种很多汁的口感 那再去做整个搭配会比较 对 整个搭配起来会比较有趣一点 对 那意思 你刚刚提到做高端的路线 走高端的路线 对餐饮业者来讲会不会很辛苦 很辛苦 你靠着什么力量去坚持的 客人的力量 所以你怎么会跟客人保持一个 很友善 而且他能够很支持你的这个 其实我都是用我的料理来跟客人互动 以前我大概是 我开业之间十几年 我大概都没有 可能有十年的时间 我都没有跟客人接触 我大概是这几年 密切的跟这些客人 有的客人说我从小吃你的菜 我的客人怎么样的 但是他们没看过我的也很多 所以看到我都觉得很惊讶 说原来你是这样子 你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 对私底下其实蛮搞笑的 对对对 Givi很快的现在带来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店里的开尾菜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叫做玫瑰果 玫瑰果 它原本在新加坡是过年的时候吃的 它的这个饼应该是甜的 可是我把它做成咸的 咸的 对 为什么下面放一些这个 这是它的材料 就是做它的酱的材料 你把材料还放下面展示给我们看 对对 所以你感觉叫姜饼吗还是什么 它叫做玫瑰果 因为它的形状 你看它上面的形状 像一个玫瑰 嗯 所以我们当地是叫它玫瑰果 我们就可以吃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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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一季我们是用姜黄的味道 所以你在店内 serve 的时候也就是让贵人家 就说拿着吃 对就放在这上用手 小 我们的这些小菜是用手去用的 对 哇 所以这么一个菜肴当中 你可以看出你的 你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message在这个菜里面 这个是我们很传统 过年时候会吃的一个 一个甜的饼干 嗯 那我保留着这个文化跟它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 只是有改变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我跟你说 跟我原先预期是有点差距 哦 我以为拿的小小的都会觉得 它味道可能轻轻的 跟你的味道蛮很重的 诶 有paro的 就就跟东南亚一样 好 我拿一个小型手榴袋一样 哈哈 对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我以为是个小小的饼干 一个调味的东西 嗯 味道这么重 它会很丰富 就跟东南亚一样 它的 它的 不管气候也好 它的flavor也好 它的人也好 嗯 都是这么的vibrant 很精彩 很活泼 对 所以我知道这道菜就是 你要让客人 完全有不期而遇的 嗯 没有料到你这个 还有两个这是什么 这个叫做金杯果 金杯果 等一下 金杯果 我们这边还有肉要先上 把那个保留一下 好 这边来我们看到 这是 Sam 你这次来讲的话 是 我不知道在台湾的米其林 台北跟台中 这是和谐 你大概是第一家烧肉店得到这个 这个荣誉的吗 没有 台北之前有过 对 大湾之前就是 但是你是最年轻的 呃 算是 对 你还不到30 你得了一个 除了这次星级之外 你还得到一个最年薪主厨奖 对 等于是新人主厨奖 对 只能得一次 以后就 年龄就大了得不到 对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先来 帮我们搞 说一下 因为你的店的最大 特色就是你们 自己的组合式的服务 你们的 创意的服务 还有对你们客人口味的调配的 讲究 所以 现在你要告诉我们是 你 这是哪一块的肉 帮我们说比一下 这个的话是 我这边有一张图 对 那这个的话 其实它算是腱子肉 那一般牛腱的话 你不要帮我当内涵 腱子肉是哪里 这里 OK好 对一般大部分牛腱的话 大部分指的是小腿 对小腿的部分 但是这个比较特别 它其实是后腿部 大腿外侧 那再另外拉出来的 所以它其实 筋膜很多 但是相对它取出来 中间有一条很特别的肉 它的口感非常的嫩 虽然它有筋 但是它其实口感非常的嫩 可是一般我们吃肉 好像都是吃乐眼 纽约克这个上部的脊椎 对对对 这块也算是很好的肉 其实它是 当然单价来说没有像纽约克热眼飞力这么高 但是它日本烧肉好玩的地方就是 日本和牛它全部都可以烤 对就是从背肩 从头部的地方到往下到屁股的地方 大腿小腿全部都可以做烤烤 只是说切法的不同 那要怎么呈现这样子 这个算是拉出来的就小小一条 你现在帮我们示范怎么取出吗 还是 对我现在把它取出来 来看看 我们现在我把这条这个取出来了 这个日文叫千本金 就有这个金吗 对就这个 一条一条的 中间中间这个外面表层修掉以后 中间是非常暖的 对对对 可以看到里面油花是漂亮的 哦 那它叫千本金 意思是说 它有一千条金在里面的意思 形容它了 那我们中间把它切开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了 对它有很多 它有金在里面的感觉 我没有戴手套没问题啊 那我给你一张纸好了 这样子 所以我能够给观众看到什么 中间的金 哦 我看到中间纸黑红红的一片 有细细的 白白反白的 对对对对 它是一点金 这两位看得出来吗 有 然后它油花是细的 所以像 你刚讲这个肉池它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但经过你们的加工之后 你觉得 你给它带来一个什么样新的不同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是 我们餐厅在处理 师傅在处理 它其实是最后一关 因为我有去看过 宰杀的过程 就还蛮惊讶的 就在你面前就是 一个生命的结束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发挥到最高的价值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前面的生产者 从育种的农家 育肥的农家 到屠宰厂 到分切厂 到台湾进口商 日本的出口商 最后到我们餐桌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顾客到你店里给你最好的称赞 你听过最棒的是什么 最棒的称赞 嗯 觉得很感动 就是原来烧肉可以这样吃 对 欢迎回到专注世界 今天我已经介绍了 是三家在台中优异的三地的业者 他们的三位来自于不同的背景环境 但大略我们可以归纳出 有人具有专业的训练 有人并没有 有人有家学的影响 但也有人也并没有 那究竟怎么样能够成为 米其林的新级主厨 同样我们要问 作为新级主厨 他们有哪些成功的要件呢 当然这里面真的是见仁见智 短短的我跟他一个钟头的交谈 实在没有资格做一个非常客观而完整 甚至科学的分析 但是我能感受到 其实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你的用心 投入跟用心 是我在他们三位身上 所看到共通的特色 当然我也问到他们这三位年轻主厨 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事业到这个阶段 究竟专业的训练背景 或者一些家学 对于作为一个主厨的事业 有多大的帮助 是必须的条件吗 还是真的一定不需要有特别的专业训练 他们给我的答案其实蛮复杂的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共通的 第一个我们提醒就是 你做这个行业 你一定要非常热爱它 不仅要热爱自己的所做的美食 更要热爱去尝试挑战别人所做的美食 换言之喜欢去饱尝世界的美食 喜欢去品味世界各地的美食的美味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同时也要不断的去了解自己的专长 去训练自己的创新的能力 当然我也问到这些主厨 在他们人生已经到了 获得了星级之后 他们人生的下一步还有哪些的计划 还有对于那些年轻的同样要走向这个行业 而希望在这条路上也不断迈进的年轻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们自己在这次的我们的节目当中 很难得的把他们三位群聚一堂 而我们看到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发展 对于自己的事业 对于自己今天的成就 他们所做的剖析 以及对于所有有志于从事餐饮事业的年轻人 或其他的后竞争 他们所提出的还有哪一些的提醒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由衷之言 今天你们三位在这边像李主厨是自学 你也是自学甚至切肉也自学 但是你基本上是透过一些背景的养成的教育 对家里的 所以作为一个成功的主厨像三位 自学重要 还是我一定要有一些课班的背景 从你开始 我肯定是自学 自学应该是一个基础的条件 当然有课班的背景 或者说有很好的背景 能够让你去学习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是最加分的 对但是如果有很好的背景 但是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求知欲的时候 其实也是没有用 所以你剩下的例子告诉我们 自学其实可以取代一些背景 可以 但是自学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如何 要真的要够积极 对你看到一个问题你解决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你有什么积极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早期在当员工的时候 我跟我老板开会比较好玩 我老板是日本人 他跟我开会是 他讲中文 然后我讲日文 但其实我那时候语言不是很好 对我大学其实也没有很认真 他讲中文你讲日文 对 对其实他逼我我也逼他 对他真的不行的时候才会有人翻译 对那就是本来对语文其实就是很头痛 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开会的过程中 让我的语言进步 然后我会了一点日文之后 我就有办法找到更多的资料 不管是在网路上 或是我在日本当地这个考察 或是说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东西 也是一个契机 所以你要逼你自己是吧 对要逼 非常理主主要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逼到那个地方 不放弃 当然 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是自学 我应该比较不配这么说 因为我毕竟是饭店体系出来 那些师傅都还是有很多很棒的师傅 还是有很耐性的愿意帮忙 有教我蛮多东西的 然后我自己又有到法国跟意大利的学校 我在学校也有一些training 所以是比较 对我比较不能说完全是自学 所以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自学 如果是管理 管理方面也需要一些 那个是自学 对 记忆可以自学 但管理需要一些背景的培养 对 基本上 这个部分是靠自己 就自己买书回来看 都是这样子 或者请教人家 我们有很多客人 很成功的系列家 我就会请问他说 那怎么样 王大哥 陈大哥想请问你说 如果怎么样 他就会说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多老师 就是我们的老师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蛮不错的 对对对 算蛮幸运的 所以我们在中部很好 因为会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是这样子 薛米你的例子 其实跟你讲 你是从原来 没有想做最好转到最好 然后你进了一些学校 然后现在又在 所以到底 作为一个主厨 可以靠自学 还是要靠学术米的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是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我也有正规的训练 然后也有自学的部分 对 所以到头来 我觉得最重要也是 你自己要不要 你里面的那 你的求之欲 跟你想成功的那股力量 就是英文他们讲 Are you hungry enough? 你够不够饥饿 对 其实这个话一语双关 客人到那边 是要hungry才去的 作为自己人 你自己作为一个主厨 你也要很hungry 对 所以你现在hungry是什么 现在是要维持 主要维持吗 你们得了这个大奖 难道没有 第一个 希望未来一年两年 你还继续有这份荣誉吗 起码的吧 对 我想问问 你们自己 还有没有自己人生的 下一个规划的目标 我的话 我是很想要找更多平台 去分享新加坡 或东南亚料理的平台 还在台湾吗 Anyway 就是open 很想去做这一块 对 怎么样的分享 就是开更多的点 还是更多的方式去分享 对 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是餐厅 对啊 甚至是教学有可能 可能文化上 或者食物的味道上 对 这些都可以去做交流 对 和分享 所以现在你怎么定义新加坡料理 我怎么定义新加坡料理 我觉得 它是跟新加坡一样 就是 它要融合 要融洽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 race 那个 就是不同种族 对 跟文化 可是它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上 它是很融合的 那像我的菜也是 味道它很强烈 你单一个味道是很强烈 可是你整个组合起来 你吃进去的时候 它是融合的 对 新加坡的广告 国小人强 来 Sam 你觉得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也是先维持 也是维持 对 维持 你的店 我看很多人的 这个网友的抱怨说 你的店 为什么不扩充一下 你是有36个位置 对 我只有36个位置 你为什么不去做 你难道没有想开更大的地点 更大的平台 目前还没啦 那当然是以后未来的一个目标 只是说 因为我们所有的肉品都先点先切 那 这部分 要再规模化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也不一定 就是quality 不一定是这么好的 那再来就是 座边的服务 我们 看客人的状态要去做很多的调整 那这部分如果再扩大的话 其实也 不一定抓得准 所以你也担心人才的训练 对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在培训 那也希望说 因为其实烧肉业态我觉得 不管是客人 或是有时候从业人员 他会觉得说 就是很简单 那烧肉店的专业度不够 但是 在我的店里 基本上我们全牛的部位 或是烧肉的文化 甚至到比如说 搭配一些食材的介绍 这我们都是 我们希望大家更专业 然后才能够提升 就是大家对于烧肉这样的印象 但是将来也可能跨足了别的餐饮 不一定 不一定 现在难说得准 现在自己卖牛肉好了 自己养牛好了 那个学问太大了 你还是做最好的牛肉烧烤 让我们吃 我觉得我们最感谢 没错 余俊途你呢 你自己已经在台中的界 已经生育卓著了 也出书了 现在也是米其林的荣誉了 你自己还有人生更多的规划吗 都还是照我自己的目标 没有因为这样而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当然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慢慢缩短 希望把一些研发的时间拉更长 能够再做出更完全跳脱 我们更不一样想法的料理 那我们之前都太忙了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 去酝酿这一个新的想法 我需要稍微放慢脚步一下 所以现在反而是更能发光发热 你可以更多次 对我把时间反而缩短了 我现在就本来是中午跟晚上 我现在就只营业晚上 对白天可能就做一些研发的工作 希望能够做更不一样的料理 没有顾客抱怨 有啊有啊每天被骂 会啊会啊 成功的主厨家给大家 我们还有很多年轻人 要走你们这条路 给他们一句话吧 我还没成功 成功的 先从一开始 给他们一句话 给我们那个观众 想做这个 不管是 是要自己开还是自己去学 我觉得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如果决定了 就勇往之前去实现它 对 需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表 我是会 对需要 我觉得 需要一个时间表 你才可以push自己啊 嗯对 OK 你当初时间表多长 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我在十年内要当一个主厨 对 做到了 对 十年内要得心 做到了 没有到得心啊 没有没有到这样 只是只要我想 想要当一个主厨 就是我给我自己十年的时间 去训练自己 好 时间表 嗯 比如说呢 给大家一句 年轻人嘛 嗯 我是觉得如果一旦选择了这个行业 你就是 真的就是做就对了 不要太多的 太复杂的想法 就是很单纯的去爱这个料理 完全的去融入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是比较单纯的 你把它想的太复杂 反而你不知道 你做这个也不对 做那个也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的方向 反而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就是 我就是经历过这些 我才说人生不怕 因为我之前常常会怕 或者做怎么样 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或者什么的 很多 还去算命啊 什么觉得 哦怎么样 但后面我觉得 都事在人为 就是真的就是 just do it 所以不要太相信算命 对 就是你可以 他如果是好的 你可以听一下 对 Sam 你呢 坚持到底 然后如果你真的 为了那个目标 很坚持很努力的话 所有人都会帮你 对 如果你表现出来就是 其实也还好 那当然大家也不会理你 非常谢谢三位 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其实 就是做就对 对 欢迎回到专注世界 刚刚我们看完了 有关于米其林餐厅 和主厨的介绍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话题 谈谈这一年 尤其这一年 对于很多 非常喜欢旅游 甚至于旅游的报道 作为自己的一个 工作志向的人来说 这一年 恐怕是很难熬的一年 像旁边的 PAN就是了 PAN是在我们节目中 大家看到它 出现很多很多 PAN 包括作为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我们的旅行特派员 对 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但是各位知道 PAN其实本身是一个 是经营YouTube频道 对 也是一个节目 等于是一个频道节目的主持人 而你那频道以前做的最主要是 就是国际性的旅游 没错 国外旅游 OK 所以我想问的是 2020年 差不多快走到最后了 这2020年 从年初的一开始 我们从来没有料到 这一年会这个样子 在今年1月的时候 请告诉我 DOWN TO BAN 你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旅游采访报导的计划 其实那个时候 1月的时候 我原本还要往大陆的那边 那边去进行拍摄 要拍什么 就是要去张家界 这个我之前去过的地方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开始边境管制了 然后我想说 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 殊不知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这一年 你本来还安排了哪一些 其实我 2月 3月的时候还要跑到土耳其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做我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一个大思路的计划 那一定是拍起来很棒 而且非要身离其境 你才能看到那些历史 跟那些文明的文化的眼睛 对就是成为一个现代版的马可波罗 所以从张家界 大思路 那今年的下半年 原本你还规划什么呢 就是可能前往中亚 我们台湾人非常陌生的一个区域 像什么吉尔吉斯 哈萨克 然后那边有5个国家 包括了土库曼 但是真的疫情就完全没办法出国 所以就只能带来台湾好好的 我给你送你个地球衣或地图 所以这一年 我觉得尤其对于像你这样子 把出国旅游 当成一个自己最高兴趣 而且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事业发展的 你这一年的感觉就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当时就是失望 就是觉得不能出国 因为毕竟前两年我在做这个YouTube的时候 长期可能一年有大概七八个月都在国外 所以在台湾的时间不多 可是现在一下子变成一整年都要待在台湾 会有点说不知道拍什么 因为毕竟频道的主轴都是国外的影片为主 突然整年都要拍台湾 会不知道从哪边下手 但是我要问一下 为什么在你这次疫情之前 你从来没想过做台湾旅游 因为我当初频道设定就是要 跟人家做不太一样的 会不会当初我们有 就像很多我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觉得出国旅游太方便了 真的 出国旅游的成本其实也不那么高 我敢说比起一些台湾的景点 搞不好还便宜一点 对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反而对国内旅游 兴趣也不高 而且很忽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算是 大家的一个通病 因为很多人都说可能去 沖繩比去墾丁便宜 但是其实墾丁除了我们熟知的那些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今年我就花了非常多时间 来去探索台湾的秘境系列这样子 你发掘了什么有让你惊讶的 我觉得我最 这整个2020 我觉得最有兴趣应该就是原住民的系列 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 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 因为以前都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他 但是今年有机会实际去参与到其中 怎么开始的 这个原住民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打猎的活动开始 台湾原住民有多少族 现在的话基本上有15 16族 对 所以那个九族 你有用功啊 有九族文化成应该要改名字 对因为后来增加了非常多不同的族群 那有这个机会是跟原住民一起去打猎 OK 对这个是有生之年完全想象不到的 因为打猎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远 可能看影片看电影 但是我没有想说我可以生意其境 他们现在还是可以打猎是不是 可以可以就是真的是 那个枪就是有持照的可以 有就是只有原住民族 他们可以去注册 那一个人是可以注册两把枪 对啊 那其实他们的管制非常的严 像我们上去我们就只能 可能帮忙背猎物或者是跟着别人走 那你不能用那个枪 那你不能用那个枪 我不能开枪 我不能摸到那个枪 对这是法规非常限制 你有偷偷看 我没有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抓到 所以你在哪个地点 然后跟着什么样的我们部落 其实我像在今年可能七八月 就在那个花莲的太鲁阁族 对在花莲光复或是西林那边 那我就跟着他们上山 不管是去跟他们去抓那个山枪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比较 比较小的一些动物这样子 我就跟着他们上去 然后看他们猎人的智慧 光从一个陷阱 一整座山都是四五十个陷阱 他们每天都要去巡 然后得知他们原来就是 这座山跟原住民族的连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感觉是在那边嘛 嗯 小心这边会被摔到 有 好 然后 你们这边看啊 好 你要往那边 这样了嘛 让我们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哦然后就抓住 抓到了 就抓住了对不对 抓到了 哦就这样子 诶 有没有 有了哦 有 快到了 收到这里了 真的是铁丝 钢丝 钢丝 钢丝这样子很强 现在我们正式踏入了山林 开始寻找猎物咯 听到吗 那就是猎枪的声音 现在把灯关掉 因为他们要往上面打那个飞鼠 我记得刚从那边可以看到他们 飞出来跑来跑去 打到猎物以后要怎么做 以下画面太过血腥 就不给大家看了 之后你有捕猎到东西吧 有有有有帮忙被猎物很重 对那 你有打猎到什么 像是山枪或者是飞鼠 只有赤腹飞鼠都有 或者甚至是他们 以会抓山猪 可是我们刚刚那天 运气比较不好 没有看到山猪 我觉得老猎人他们那一辈 基本上就是真的 我今天有需要我才会上去 而不是说为了吃而吃 他们说今天可能真的为了庆典 一年一度的大庆典 去山上抓一只山猪 那才会大家一起上去 不是说就是可能 很多人都会说保育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 现在其实在原住民族当中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们真的是那个数量是 他们有在控制的 他们自己都 每个部落他们都有那种猎人工会 那严格限制说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可以打猎 那在哪一个区域打猎 那可能某个季节不能打猎 让他们自己去繁殖这样子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有这种机会 跟着他们走进这个山野 对 看到他们从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些 你在场你看到你感觉是什么 我当然是非常兴奋跟新奇 因为我们可能上 打猎都是要半夜上去 然后三四点下来 那背着那些猎物会觉得 就是他们老猎人的智慧 因为我们平地人上去是完全 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伸手不见五指 但他们却可以说 动物在 你有没有听到动物的教程 在哪个方向 然后去了以后真的在那边 然后就是真的是 每个都是神射手 对 那我觉得除了猎人的方面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他们 原住民族的文化 对文化他们底蕴其实非常非常的深 从他们的服装 从他们的武道上面都看得到非常不同的东西 除了打猎之后 我们看到你有做一些这个部落的美食 部落的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文化 这方面你看到什么 我觉得部落文化像是之前可能去 在阿美族 他们有一个那种糯米的饼 对 他们我们可能看起来像暖鸡 可是他那个就是老祖宗 遗留下来 他们是猎人 然后带上去山上 所以要把他包装的比较紧密这样子 那带也比较好攜带 或者是甚至以前到太鲁阁族 我们上山自己抓那个西虾还有螃蟹 就是大概这么大的西虾 然后螃蟹小小的 那这也是他们 我们必须要半夜的时候去找 然后去吃这样子 你有跟他们一起住在那边吗 有啊有啊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你有没有听到一些 或者感受到一些 你以前从来不了解的原住民的故事 或原住民的一些生活 有没有这次你突然发觉你长这么大了 你才知道跟我一起生活在这个岛上的 很多的同胞 很多的他们的部落的一些族人 有太多事情我根本不了解 哦对啊 我觉得光一个丰年纪 这个就可以讲非常多的故事 因为我们看到阿美族丰年纪 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因为每年的七八月都非常盛大 可是每一个族群他们 每一个部落他们丰年纪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那他们想要守护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像我今年七月去的那个七角川部落 他在花莲吉岸乡 那他们年轻人所在 在拥护的一个东西就是鱼罐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头花鱼罐 那个东西呢 他们是可能老一辈 没有把它传承下来 但是年轻人 像我们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自己在去问骑老 问部落里面比较老的一辈的人去 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做 那要用最传统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这个羽毛是什么羽毛 呃应该是说蓝富贤 蓝富贤 这个就是蓝富贤的羽毛 可是我必须说很严重的跟随你们说 因为我们找不到蓝富贤的羽毛 蓝富贤的羽毛是全白 没有黑色的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黑色的这个 对蓝富贤的羽毛是全白 全白 因为一支的蓝富贤只有两支的 最尾巴嘛 最尾巴 然后两支的左右 因为现代的关系 我们就是简陋这个行程 因为每个人一定会打猎 一定会碰到蓝富贤 因为蓝富贤在这一块 在国家也是保育的 所以我们就是想一个方法把它替换掉 融起来 然后把它整合起来 就把它找到类似的东西就好 就是白色 白色为主 然后这个东西是衔接很上面的人 就主灵 往上主灵 对 这东西就是主灵 传上去 给他们现在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有七支 總七支 只有七支的羽毛 才会有 终于要带回去 主灵的出现 然后后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的 排序 很多的排序 每一个排序 有每一个阶层的意思 它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代表性的东西 就孔哥来说 有七个代表性里面来说 都是石拉里面每一个阶层的称呼 看到的时候其实还蛮 应该说蛮感动的 因为年轻人想要做这个事情 去拍摄 而且报导这些 跟你以前所做的 国外的旅游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差很多 因为就是变成说 我们必须要像这样访问 然后问他们说 这些文化是怎么来的 那我之前在国外的话 就是自爽自嗨 就是自己一个人到处跑 然后到处拍 那我觉得我OK就OK了 但是在两个人访谈当中 我觉得光访谈就是一个技巧 那在这些文化的东西 因为我是 同样过瘾吗 我以为你在国外拍到很多东西 你在这边都有些新鲜 国内拍摄会不会让你感觉 这就是自己家里面 拍摄的 要制造一些新鲜感 难度反而更高 我觉得有啦 这个是一定有 因为大家还是 有些人可能会 比较喜欢国外那种 不一样的一国风调 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找另外一个 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 然后想办法拍出 好玩的感觉给大家看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 大思路系列感成 原住民系列 大原住民系列 没错 你的观众反应怎么样 他们觉得还蛮新奇的 对 因为他们真的都只是 从报道杂志上面看到 那不知道原来 一个庆典当中 有这么多的程序要走 不是只有我们看到 就是唱歌跳舞 然后喝小米酒 那有没有 我们当然知道 现在由于这一年 大家出不去嘛 所以很多人在台湾的旅游 变得很新生 对 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平地人 开始到原住民的地区 去观光也好 去了解也好 去巡游仿盛也好 有耶 这个是还蛮有感觉的 就算是 平日去的话 也发现非常多 可能游览车一台一台的 去那种两天一夜的部落工作假期 他们可能真的自己去 去做什么 像是自己做竹筒饭 或是自己去砍柴 那去烧水 那自己去做一个 真的原住民美食 那些人可能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疫情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 在哪个城市的旅馆shopping的 对 真的 他们又是用点餐的 而不是自己亲自到山林里面 去做属于自己的一道这种料理 那那些人 他看到这些人生活 这种收获是什么 你看到那些 我觉得他们乐在其中 就是可能有种 就是原来做这些东西 是这么花时间 这么费力的 那我今天亲自做以后 会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更感恩 更知足 那相对来讲 如果这样子 有这个市场 那应该很多人 也许就想透过你 或其他的这些youtuber 在台湾的一些 看似熟悉 但其实我们很陌生的 很多的地点 去报道很多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市场 对 丹哥帮我开了另外一个市场 我不知道 我想既然你我 我们都发觉 有这么多的小地方 或者一些细节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了解 对啊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除了人文之外 有没有看到一些山林 或者一些 你一些去的景点 是以前你知道 或者一些听闻 但是生理其境 你才发觉 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这种地点 有 就在上个月 因为我去 我自己原本是不太爬山的 跟在国外 都是走一些比较平地的行程 但是上个月 就去朋友揪了 然后就叫我去 我们去一下雪山 雪山 全台湾第二高峰 这样子 3800多公尺 然后我想说好啊 那就去挑战一下 就走起来真的是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真的非常的美 虽然很累 但是 你画面拍起来很漂亮 那在走在那个林道上面的知识 又非常的多 人生中第一座白月 所以我的经验呢 应该可以给大家 来好好的 评论一下吗 还是给大家看 如果你真的想要第一次 新手就唱雪山 看这支影片就对了 这个风有点大喔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 海拔 3832 再大概 一两百公尺就会到了 就在那边 好我们继续努力 好这边背光 各位观众 现在时间 更新一下 哇看不到 等一下 6点53分 我们走了大概四个小时 害怕 别说了 因为主峰 有很多地方就在那边 走吧 三角点在这边 可是它好像变矮了 三角点 优质小豆岛花岡岩 这边view真的是怎么拍怎么好看 值得了 看云海 好了 那我们真的要下山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拍摄的形态吧 在我自己的频道这边 就算明年或者明年什么时候 能有一个重新开始旅游的机会 你想做什么题目 我应该还是会 继续执行我的那个大四路计划 就是把它从 从中国大陆的西岸 然后一路到土耳其 那土耳其已经去过了吧 就是一路向西走这样子 可你有沒有想到 有两年的全世界的人类 几乎已经没有再有旅游 嗯 重新再逐步的开始 那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 或是一样什么样的经验 或是一样什么样的时光 等于好像我们 我们 快速的又从那个 黑白电影要进到彩色电影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不适应 但是以我自己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对 那可能一开始很多人 会不敢出国 不管是成本增加 飞机票非常贵啊 或是在当地人 怕遭受到异样的眼光 可是我觉得 反正都已经 当YouTuber当那么久 就是要去挑战这些东西 用一个最前线的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 我们话题又回来了 这又是一个转机 对 就是因为过去这两年 大家太没有旅游 对着旅游的重新启动 应该充满了 冲击 冲击 跟充满了想象 而又是一个新市场给你了 对 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谢谢这个Fan今天告诉我们一下 作为一个YouTuber 在2020年所看到的转变 2020年很快就要结束了 但明年呢 真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东西了 对 赶快恢复 平静安全而正常的生活 不过 也更感谢你 你在这一年也告诉我们一些台湾的美食 我们希望你将来继续的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来帮我们做报道 没问题 同时也告诉我们更多大家 可以去做健康的休闲活动的好地点 好去处 OK 直到你出国为止 好 没问题 一定 好 我们今天谈到这边 我们稍后再回来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端出世界 我们下回再会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吧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哪个人 感谢观看